各位起立台湾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节目指示人范范 起立台湾会为大家介绍台湾的各项魅力 除了耳熟人详的热门景点之外 还有其他客树的地方 让我们一起前往看法吧 这次我们要介绍台湾的最南端 恒春半岛 恒春就是台湾本岛中最有名的度假圣地 墾丁的所在区域 墾丁国家公园拥有一片宽广的山腹海 漂亮的沙滩可以体验冲浪 及很多种类的水上活动 还有热闹的夜市 以及每年春天开办的春天呐喊等等 年轻人喜欢的活动都聚集在这 更是台湾屈指可树的度假圣地 另外恒春的街头完整保存了1879年清朝时期所建造的城门等 是可让人感受到历史气息的文化小镇 让你知道距离恒春稍微偏北的屏东县车城乡及牡丹乡等地区 有着原住民台湾族人居住的部落吗 而这几个地区谈及了台湾与日本时代的历史背景与关系时 都是深具重要意义的地方 这次将连着连结车城及牡丹两地的 历到199号县观赏这些土地上的宽广景色及历史之旅 台湾最南端的恒春半岛 除了有墾丁国家公园美丽风光外 也是国人度假休闲旅游首选之地 除此之外在恒春半岛上 还有许多历史人文以及抗日史迹 都在此地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这一集的起立台湾 南台湾199县道历史之旅 这一条从屏东县车城通到南回公路上的售卡 可以说是一条充满着人文历史的道路 虽然地处屏东山区相当偏僻 但开发的相当早 最为有名的四重溪温泉 地处屏东县车城乡温泉村四重溪畔 距离车城东侧约五公里之处 是南台湾著名的温泉区 四重溪的上游发源于内文山区 另一条上游支流牡丹溪 则源自于东原山区 四重溪主流溪全长31.9公里 原是条清澈婉约的溪流 四重溪温泉与阳明山温泉 北投温泉 关子岭温泉 并称为台湾四大温泉 四重溪的温泉开发得相当早 清朝同治年间 沈宝珍提兵巡台 四舍溪水 拾抵此地 因此将其改称为四重溪 到了1895年 日本宪兵魂索草长高桥 在四重溪足有小屋 并建玉槽 逐步开发四重溪温泉 四重溪属成基岩分布区 应有天然温泉自地下涌出 所以古称出汤 到了西元1898年 横淳厅长柳木通意 开发四重溪 并设置警察派出所 及浴场之后 开始有了发展雏形 1917年 由于物产交换业者 集资完成基础温泉建设 以供应、预客方便使用 到了1950年 正式将四重溪 改名为温泉村 四重溪温泉 其源头来自 湿木山路的湿凤中 水源丰沛 中年不断 四重溪 湾沿于群山峻岭间 景致秀丽 引人入胜 加上四重溪温泉区 有群山环绕 清静优雅 是著名的避暑圣地 更是台湾绝佳的 好汤去处 横淳半岛 位于台湾的最南端 因此是属于乐带气候 台湾大部分的地区 冬天受冷气团的影响 有时候气温会降到10度以下 而恒春半岛 虽然会吹强风 但气温几乎不会低于15度以下 说到恒春这个地名 就是因为气候 适季如春而得名 虽然说像春天一样 但好天气无论什么季节 都会超过30度 与其说是春天 其实还比较像接近夏天的感觉 由于人口密度低的关系 海风容易吹进来 与台北或高雄等大都市相比 夏天还是比较舒服的 而位于这样的气候地带的温泉区 也就是位于屏东县的 适从西温泉 说到温泉啊 总会觉得在寒冷的冬天里 泡温泉特别舒服 但在一年四季 都可以穿短袖的生活的 恒春半岛温泉也是很棒的地方 四从西温泉是落碱性温泉 但其浓度很高 而且温泉水年华 一泡进去就会感觉 肌肤变得滑滑的 四从西温泉地区里 有名的温泉旅馆是青泉温泉 这个温泉旅馆拥有了近100年的历史 前身是一位山口先生盖的 山口旅馆 在日本时代1930年 昭和天王的亲弟弟高松宫 轩人亲王蜜月旅行 就造访此地享受了温泉之乐 檜木及大理石打造的浴室 至今保存当年的原貌 浴室里依然蓄着温泉水 虽然无法入浴 但可以参观 馆内有隆隆的日本风味 可以感受到他们用心地守护着历史 受到好评的是跟日本的宇治金石类似的红豆及百汤圆的抹茶冰淇淋 使用的是当地屏东县产的红豆 这绝对会是泡完温泉后的最佳甜点 这里还可以吃到当地排王族风味餐的餐厅 菜餐品相非常丰富 我们来介绍一下 例如草擎人类 葛仙明藻是雨后繁殖在地上 很像海藻的食物 它有着一个非常烂漫的名称 草野生螺肉也很有名 嘎吱嘎吱的口感令人上瘾 还有蜂勇煎蛋 浓郁的大蒜味令人精神充沛 而蜂勇非常小 并不太会让人觉得可怕 名叫做鸡爵翅的菊花柯植物的叶子也可以吃 尺状的叶子非常特别 将它放入火锅煮成鸡爵翅养生鸡汤 味道类似韩国人生 对身体非常好 四重西温泉 泉质属碱性碳酸氢钠泉 水温会随着季节转换变化 大多在摄氏50度至80度之间 泉水中含有多量碳酸钠物质 温泉泉水清澈见底 属于可饮可遇的泉质 对促进人体血液循环 缓和肌肉僵硬和疏减压力 有相当大的注意 据说常浸泡四重西温泉 对皮肤、关节、神经等 有所注意 每到假日 四重西可是一防难求呢 四重西温泉区内有温泉公园 公园内设有泡脚池和日式神社等设施 由环状步道往上走 就是蝴蝶谷步道 顾名思义 沿路都有蝴蝶飞舞 是市民践行的好去处 四重西温泉区的红人鸭蛋 更是当地的特产 早期四重西的养鸭人家 将鸭子也放在西边饲养 因为运动及营养充足 产出的蛋黄饱满红润 所以取名为红人鸭蛋 后来四重西当地业者 以古法腌制鸭蛋 进而腌制皮蛋 利用温泉水加工制成的 红人咸淡皮蛋 据说可以中和人体中的酸性物质 不仅提升美味 对健康也相当有帮助 四重西温泉距离墾丁 大约有30分钟的车程 许多人在冬天来墾丁游玩时 都会顺便安排这个临近的景点 前往四重西泡汤 最好在周休的前一天 傍晚时分到达 因为车程的海岸风光 是最为吸引人的地方 沿途有许多户外咖啡车 一面品尝浓郁的咖啡香 一面欣赏海上落日美景 如此歉意的景色 真叫人难以忘怀 车程街上有座土地公庙福安宫 它可是最大的土地公庙 时间上可以的话 不妨向土地公报告一下 土地公会保佑您的 从车程沿着199县道 大约只要10分钟的车程 就可以来到四重西 这里有条小小的温泉老街 街上有许多温泉旅店可以泡汤 在泡完汤之后 你也可以到街上的餐厅 尝一尝道地的美食 像是热腾腾的羊肉炉 或是享用四重西著名的 红人鸭蛋 做成的温泉蛋 盆春洋葱 做成的洋葱料理等 是为寒冬中的一大乐事 第二天即可沿着199县道 继续前往石门古战场历史遗址 怀念原住民同胞英勇的抗日时机 石门古战场位于车城乡四重西的东侧 此地只有山丘 流水 陀附战场意境 石门是由海拔370公尺的师母山 以及海拔450公尺的五重西山 断崖夹制而成 其绝壁陡峭 由于地势险要 也如门户 石门也因此而得名 青铜制年间的牡丹社事件 就发生在此 日本时代的日本人 在师母山立下中魂碑 纪念牡丹社事件中阵亡的日本兵 台湾光复之后 政府则在师母山顶另立石碑 以表彰原住民誓死不屈的伟大精神 石门古战场是台湾牡丹社事件 发生的主要地点 就位于屏东县牡丹乡 与车臣乡的交界处 距离四重西东北方 大约3公里 是今日恒春半岛 历史重要景点之一 主要是青铜制十年 西元1871年 琉球王国的船只 漂流到今日的牡丹乡附近 琉球船员被当地原住民 以侵饶领地而杀害 此及巴瑶湾事件 当时琉球国属独立 但同时向大清帝国 及大日本帝国朝贡 大日本帝国政府 趁机派兵前往事发地 1874年 日军以惩办凶手 保民一举为由 向台湾原住民交战 于是爆发著名的牡丹社事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位在石门古战场 停车场的阶梯 是前往牡丹社事件 纪念碑的登山步道 也是西乡都督 遗迹纪念碑 清光绪二十一年 西元一八九五年 台湾依马关条约 割让与日本 日本于昭和十一年 西元一九三六年 在石门古战场山丘上兴建 西乡都督遗迹纪念碑 以表彰台湾藩地事务局都督 西乡从道胜利的光荣 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投降退出台湾之后 中华民国首任 屏东县县长张山忠 认为西乡都督遗迹碑文涌入国风 便将碑文撤换成 澄清海语还我河山 以表彰原住民 誓死不屈的伟大精神 屏东县政府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公告 西乡都督遗迹纪念碑为 屏东县文化资产历史建筑碑结类 但在2016年11月 却遭屏东县政府文化处月全拆除 造成今日在纪念碑已经无任何字 历史已是百年前的事 前人都无法认断是非 现代人又有何资格去评论呢 而在1871年发生的巴窑湾世界 及与其关联的1874年的牡丹社世界 是近代与日本的明治政府 琉球王国及清朝政府 相关的一大世界 各个政府立场上的失序交错之外 世界因当时清朝的管辖力 无法编辑台湾族的部落内发生的事 致使此世界变得更为复杂 现在让我们再研究一下这世界 首先我们要来看现在的冲城县 也就是当年的琉球王国的立场 当时琉球王国保有独立王国的体面 但却像清朝朝贡 是清朝的附属国 同时对于日本 他们长期也对九州的萨摩凡进贡 也算是从属国的立场 也就是说他们同时是两国的从属国 其间于1871年 宫古岛的岛民 从琉球国的首都首里 返回时遇到台风 因此遇到狂风暴雨 导致船只损坏 他们得知无法立即回到宫古岛 于是他们就开始徘徊 却遇到了两位汉人 但汉人不但没有帮助他们 反而抢躲他们的行李 所以他们往别的方向离开 便抵达了住在附近的排湾族居住地 高是否部落 虽然他们彼此语言不通 但他们在部落里得到了保护 隔天排湾族男生出现在他们面前 就说他们要去打猎 叫宫古岛民留在屋子里等他们回来 但是宫古岛民听不懂排湾人所讲的话 于是他们趁排湾族人去打猎的时候 又出屋外逃走了 台湾族人狩猎结束返回家时 屋内没有半个人 客人没有等候狩猎的人回来 就消失不见 这件事示范了台湾族社会的最大禁忌 于是部落的人立即追杀 他们最后五十四人遇害 宫古岛民知道台湾的原住民 有出草的习俗 所以感到害怕婴儿逃走 但对台湾族人来说 对来路不明的一群人知道部落的位置 怕部落会有危险 因而采取了行动 这一切都是因为语言与风俗习惯的不同 而造成了悲剧 逃生出来的宫古岛民 最后获得汉人的保护 经由福建省平安里回到了宫古岛 明治政府得知了这件事情后 便立即向清朝提出抗议 明治政府因为自己的国民在台湾被害而追责清朝 清朝回应说台湾与琉球均属清朝的一部分 与明治政府并没有关系 但最后双方协议的结果是 清朝回答说 申翻系我画外之名 问罪与否听平贵国办理 获得此回复的明治政府 就向台湾出兵了 那就是1874年的明治政府 台湾出兵事件 从恒春半岛车程上岸的明治政府 连着侍从西进军 预计攻打台湾族的牡丹部落及高士佛部落 但在石门运到台湾族的激烈抵抗 那地方就在一片岭 也有介绍的石门谷战场 这场战斗上记录了排湾族的 占没着30余人 而日本帝国军占完了12人 但是日本帝国军在此受到 涅及的袭击 导致500人婴儿病死 这世界发生后造成了影响 各国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也避免在此定论 但牡丹社世界 是谈起横春半岛的历史诗 不容忽视的历史事件 八窑湾世界中遇害了54人的墓碑 直到现在还立在 车程乡线到199县的路旁 1871年建立的墓碑上 刻着大日本琉球藩 54名墓等字眼 这座历经将150年的墓碑 或许在省视着台湾顺习万变的统治者 与其各自不同的立场 红色牡丹迎宾门是相当醒目的地标 也是牡丹部落最为吸引人的地方 牡丹大桥是民国88年9月竣工的 充满排湾族图腾及色彩的牡丹大桥 与牡丹水库呈现原始的美丽风光 人工湖旁在绿树烘托下 更有宁静的诗意 蓝天陪衬着牡丹水库 群山环四下 水库每步伸收 可以说是全国原住民中 最具特色的桥梁 值得放慢速度 在此留下歉影 与其留念 牡丹水库是台湾目前造价最高的水库 建设的规模宏大 由鹅丹石堆砌而成的牡丹水库 是为了解决平南地区民众的农业用水 以及恒春半岛观光事业所建的 于1995年完工启用 其坝长445公尺 坝高145公尺 汇聚四重溪上游 汝仁溪与牡丹溪 总蓄水量约为3119万吨 足以满足恒春半岛所有用水 离开了牡丹水库 继续沿着199线道走 就会遇到一刹路 右边是往旭海的道路 左边则是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 东园国家重要湿地及东园森林游乐区 在进入东园部落之处 可以见到一大片的野浆花 这里就是由水上草原支撑的东园湿地 位于屏东县牡丹乡东园村 又被称为东园森林游乐园 占地面积约12公顷 东园国家重要湿地 是稀有的湿地地形 也是东园部落的圣地 因此建议此行程 需要由本地导览解说人员 引导进入 东园湿地乍看下 一望无际的野浆花田及草原 其实底下是层层叠叠叠的草堆积成的 长年的水草 盘根错节地覆盖在湿地之上 底下有丰富的泉水 中年有初 踩下去将感受到冰凉的泉水 从脚底浸凉到全身 各位不妨安排一趟水上草原的油气行程 体验水在大自然的水床上 与会跳舞的树共舞 享受大自然徐徐吹来的风 聆听蛙鸣鸟叫声 抛开城市的喧嚣 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享受不同旅游的乐趣 体验不一样的原野风情 行走线到199县 从车程经过四重西 温泉及石门古葬场 再继续往前进 就可以陆续看到排湾族的部落 而途中会经过牡丹水库 这个水库在规模上不及台湾其他的水库 但却是个非常美丽的水库 因为水库的墙面并不是水银墙 而是用又大又圆的鹅卵石 堆叠建造而成 如此又圆又滑的鹅卵石 在恒春半岛东部的海边非常的多 所以这个水库并不是毫无生气的人工水坝 而是将四周风景融入设计建造而成的 因此牡丹水库是全台湾建造废用最高的水库 水库周围有台湾族的装饰及绘画等点缀 非常的漂亮 接着爬231阶的楼梯 在宽广的湖面上映照着翠绿的山卵 如梦幻般的美景就在眼前 这美丽的风景真希望各位能实际去欣赏一班 连接恒春半岛东西向的公路 就是南回公路 这条公路是连接屏东线 丰岗与台东线的主要干道 其前身就是日本时代的1939年 所开通的丰台路 在这条公路上海拔460公尺的 雅寇名叫寿墙 从日本时代到现代 一直用汉字标记着寿墙 此崖口位于屏东线与台东线的谢建 地址是台东线达仁乡生永春 这生永春呢源自于日本时代 此地设有生永自国公司的农地 婴儿等名 现在这一带各地的地名都保留着日本时代的地名 非常有趣 寿墙是南回公路与县道199县的交汇处 同时也是县道199县的终点 这次的旅行都是介绍县道199 沿线的风景与历史 从寿墙南禁县道199县 约11公里就会抵达台湾族人居住的东原部落 而东原部落的附近就有影片里看到的东原水上草原 水上草原在沼泽地上 有几层重叠生长的湿地植物非常特别 这些植物因为是厚厚几层重叠着 所以走在上面脚也不会陷进沼泽里 反而可以体验如同走在堂皇垫上 薄聚堂力的触感上 只是有些地方水分较多或形成沼泥地 因此穿着拖鞋或赤脚镜 或许比较舒适方便 在这里还可以看到一种植物 日语名叫花梭沙或野浆花 夏天可以看到一片盛开的白花 风一吹香甜的气味 甚至会飘到邻近的部落里 这片草原实际上是排湾族的禁忌之地 没有排湾族人带领是禁止进入的 据他们的传说 曾经排湾族的巫师捕捉了恶灵后 就在此草原放行 于是进入草原前 必须请排湾族人来进行进入的仪式 他们面向草原手拿盲草 用排湾族语说 我们只是来看看这地方 并没有恶意 传达给此地的地铃 然后将手上的盲草 上下左右灰就完成一次了 盲草在台湾的很多原住民族中 是拿来驱散恶灵用的 最后用排湾族语说 Masalu 这句话的意思是谢谢 这样做后才被允许进入草原 像这样没有排湾族的代理 是无法进入此地 也表示尊重他们的禁忌 接受他们的文化同时 防止外来者的乱开发 或是破坏环境以便守护此地 另外此地也是排湾族人 重要的收入来源 可为当地带来多重的美意 与重要湿地水上草原 距离不远的新乡森林 东园森林游乐区 位在屏东县东园村 是被苍翠茂林群围住的幽禁山谷 园区内的森林步道 就像是东园岛游 总可以带领游客走向每一处 值得停留的景物 美景如画的东园湖 清新高洁的野江花花海 沉浸优雅的桃花西木森林 原味十足的石头小屋 都是让人流连忘返的 东园的绿意是满满的 满满的草海 满满的山树 满满的桃花西木森林 助力高高低低的桃花西木群中 多看绿色 的确会让心情自然放松 呼吸之间都是自在的空气 所以即使没有对话 也能感受树群的心情 因为自在的情绪是会感染的 看似沉浸优雅的桃花西木 一直不受拘束地留在这里 嗯 花味好香 是野江花的浓郁香味 不必寻着味道就能看见它 因为这些野江花片开满满山谷间 白色花瓣真的很脱俗 尤其生长在这处优雅清净的地方 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 东元湖有一个惹人哀愁的别名 就叫哭泣湖 但其实它与气美传说 完全沾不上边 这是排湾族的母语谐音 原是水流汇集的意思 哭泣湖是一个静谧宜人的湖面 绿色荷叶浮于湖面 紫色荷花出水灿开 偶有水鸟来此悠游 石头小屋卧于湖畔 不必运用想象 眼前一切就是一个美丽世界 进入森林之后 一群游客用心地听导游解说 哭泣湖的远古传说 更是一处大自然的生态教室 来此一游必定能让您长知识 每一处景物都让人感到心晃神怡 游客到此仿佛置身在 童话故事的美丽世界中 可享受群山环绕的闲事临近 只要您用心去体会 绝对会收获满满的回去 保证您终身难忘 这次的县到199县之旅 你觉得如何呢 虽然知道台湾过去 经历了日本时代 但或许有很多人 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委 才造就这个历史的发生吧 大多数人的印象 认为恒春半岛是 墾丁为主的度假圣地 但这里长期居住的 汉人系的米兰人和客家人 及原住民的排湾族 汉阿美族等 有各种不同的旧群的人种 而且在日本时代 日本人也开发了此地等等 这里真的是有复杂的历史 交织而成的地方 而且不仅有海边 还有温泉及草原等 可以欣赏各种美景 及各项体验的地方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下次也在起立台湾 继续我们的台湾之旅 我是节目主持人范范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